大家好,我是JZ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组装一把电吉他的过程 这是一把几乎全裸的Gibson Les Paul电吉他琴身 我会装上所有所需配件 最后完成一把定制的成品琴 这个原厂琴枕切的并不是很光滑 由于弦距已经很低了 我决定先更换一个新的Graphitech Task琴枕 轻轻地划开原厂琴枕轮廓上了7 小心地把琴枕取下来 清理一下纸板上由于出厂前调整造成的不平整部分 再稍微清理一下琴枕槽里面的残余胶水 新琴枕厚度正好,但是过高 需要磨掉底部多余的材料 用不同的砂纸反复打磨平整之后 琴枕大体高度就合适了 用腮规和直尺取得品丝高度之后 再叠加0.25毫米递增至0.5毫米的腮规作为基准 分别用适合琴枕粗细的小搓刀 按略小于琴头角度的方向切好琴枕的凹槽 用砂纸打磨掉新琴枕比琴颈宽出来的部分 最后再打磨成型顶部多余的材料 新琴枕就完成了 选择尺寸合适的卷弦器 按照正确的方向逐个安装 如果要跟我一样颜值空的 还可以更换掉卷弦器的旋钮 安装拾音器之前 先试一下拾音器安装环 全新的Gibson原厂安装环配件底部是平的 需要先按照Lessport表面打磨出匹配的曲线 将双线圈拾音器分别安装到安装环上 把拾音器放在旁边 先吸焊并安装拾音器切换开关 把琴颈拾音器的线顺着琴身内部的走线通道 穿入到控制枪 安装琴颈拾音器 同理安装琴桥拾音器 控制电路我选择了购买环组装的套件 比较省事 音色控制还可以拔拉切单 按照合适的电路图 分别把拾音器切换开关和两个拾音器吸焊好 别忘了连接琴桥接地线 最后吸焊并安装输出插口 我选用了金属的输出插口面板 塑料的面板如果碰上吉他线 被横向挤压很容易破裂 用万用表确认过电路之后 装上背面的两个盖板 回到吉他正面 安装琴桥和停条尾键 安装好新的琴弦固定 装上拾音器切换开关帽 和音量音色旋钮帽 最后装好护板 并取下新护板上的塑料保护膜 到这里 这把Let's Pro就组装完毕 在下一期视频里 我们再聊一聊电吉他的调整 好 今天就聊到这 关于电吉他的结构和组装 大家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 关注 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